字幕提供 Hello 歡迎 歡迎暗黑國 歡迎 歡迎蛇兵謙仔 我不是不想回覆 等一下 我又死了 喂 你們怎麼走光 怎麼才能留著觀眾 嗚 Hello 我是嘉嘉 要做一個成功的實況主 最重要是跟觀眾多點互動 但有時打機來又怎樣回覆的留言呢 最近我就發現了一個新奇有趣的產品 就是這支直播麥克風 它可以根據觀眾不同的反應 彈出不同的emoji 是不是很有趣呢 Razer推出的Siren Emote 是全球第一個可以顯示表情符號的直播專用USB麥克風 麥克風上面有8位元的LED顯示屏 配合了Razer的Streamer Companion App 就可以根據直播的情景 觸發不同的表情符號 好 現在先教一下設定 譬如我要哈哈 親真裝置 我要公仔 更換表情符號 我先找個笑的公仔 開懷大笑 有個開懷大笑 笑什麼 官方就說 當有人follow你的時候 麥克風都會顯示公仔 不過我們測試的時候就不行 可惜的是 這支麥克風的顯示屏 是不能調光度的 如果光線不夠的話 麥克風過鏡就很容易爆光 就看不清楚公仔 很容易變成一批東西 所以打燈方面 一定要下一點功夫 攝影器材方面都要注意 一般webcam都是自動曝光 自賣燈的時候 就有機會搞到畫面即刻暗了 所以如果想畫面的光暗穩定些 最好都是用回相機啦 它本身已經內置100種表情符號 但用家還可以自己 上載自訂的8bit圖像 不過展示出來就有點色差了 畫面就夠有趣了 現在嘗試它的收音效果 我們將麥克風分別放在不同位置 來做測試 發現收音效果分別不大 到日有人收得很清楚 Testing 1 2 3 Testing 1 2 3 Testing 1 2 3 不過做直播的時候 都不想讓觀眾聽到太多不必要的環境聲 我就叫同事在門外由細節大聲地說 看看何時會收到它的聲音 啊 怎麼辦啊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其實都收到門外的聲音 不過加上一些打機聲 觀眾又未必真的聽到 我覺得這支麥克風也挺有趣 在打燈燈和用相機拍的情況下 畫面也挺漂亮 另外我覺得它的音質也不錯 收音收得很清楚 但始終不是指向性的麥克風 所以怎樣都會收到少少環境聲 如果大家做直播的時候 沒有介音設備 觀眾就可能會聽到你媽媽叫你吃飯啦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我先吃飯了 謝謝 大家好